Hello 大家好 最近大家都在搜索南昌金管学院 这个校花是怎么回事 我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具体的细节 相信很多吃瓜的人都了解 学校里有一个校花 基本上在这个学校就是全部都认识 有许多人认为这个校花就是长得漂亮就行 那么校花真的就是漂亮就能当吗 有人就是不同意这样的意见吧 认为内在美其实最重要 就是一个人先就是里面不好 是不配做校花的 那么人们就是尽管校花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呢 没有订阅呢 希望大家订阅一下 其实这个校花呀 班花呀 一般是通过这个流量评论出来的 在这个大学里面嘛 一般都会有表白墙 这个东西类似于这个公众号啊 所以说就是表白墙嘛 其实在这上面呢 什么都发 许多这个校花呢 都通过这个表白墙啊 是造出来的 会有许多就是喜欢这个校花的公子哥呢 就是为了讨好他 会帮他就是成为一个校花 大家都明白这个内在的逻辑 其实就是花钱呀 就是通过这个表白墙呢 搞什么最美的校花评选呀 然后呢 土豪们呀 就是花钱 找人刷榜 一般呢 就是没有人竞争的话呢 这个校花的称号啊 就能刷得出来 其实就是真的不一定 就是全校最好看的女生啊 这种流量 校花呢 就是满足女生的一种虚荣感 然后呢 帮助他成为校花的土豪 就会被这个青睐嘛 青睐 最终啊 就是保得美人归 也许啊 就是很多人 就是本来就是土豪的女朋友啊 这个土豪呢 土豪们呀 就是比较喜欢显摆 如果就是校花这个女朋友 就是更好 觉得就是更有面子吧 所以呢 就会花钱做些事情 比如说就是 给这个表白墙啊 进行赞助 让他呀 多发一些自己女朋友的照片 然后呢 就是流量一多 这个全校人呀 都认识了 自然成了这个学校的 所在大学的这个小花 所以呢 这些小花呀 不一定就是 真的是全校啊 就是最好看的 感谢大家收看 没有订阅的 希望大家订阅一下 拜拜